我用一個Box 把它做成一個這個形狀 但前面的Box怎麼做應該 如果你還有印象其實就只是一個 這樣的物件 然後對這個L型 不小心把它搬到錯誤的地方 搬出來一點 對這個L型做一觸 一觸以後再對這個椅背單獨在一觸 然後做Turbo Smooth 做它本體的Match Smooth變成這個長相 變成這個長相以後 我就可以做Cross指令 給它Cross指令 那第一件事情先做Group 因為我不希望椅子腳底下也塌下去變形 所以我會把椅子腳選起來 底部選起來 Make Group 然後這個Group的屬性是保護 Preserve 保護起來 保護起來以後 我又希望它不要很硬的 只有這裡被保護其他都會變形 所以要柔性的變形 給它Subselection 柔和的變形上去 那範圍可以自己做簡單的調整 好 那這樣子保護該做的都做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整個物件的 Close的設定 設定這個Box 改名應該要改成沙巴 那Close 棉布 直接給它壓力 10 阻尼係數 0.5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按一下 其實這直接按 Simulate 或Simulate Local都可以 因為這都沒有再有帶Animation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按這個 好 然後它可能會變形很誇張 所以你大概變形 Play一下就可以關了 然後你就可以決定 你是要那種充氣沙巴 還是 只有一點點變形 有一點點圓圓就可以 好 那當然數值 如果你這個不喜歡 ResetState 回去再改 也許充氣的數值再更大15 阻尼係數1 好 就可以再試試看 那我們先看SimulateLocal的感覺 會變這樣 那種懶人沙巴 好 所以如果要這樣子 就直接SimulateLocal 好 那算 然後就Cancer 哇太扁了 太扁了拉回來 欸 這樣看來不錯 那你就留這個樣子 如果這樣不是你 你覺得太扁 再回來一點點 好 像這個地方因為有個 太嚴重的變形 就不太好看的話 也許回來一點點 或者再去改一下數值 好 那我留這個樣子 直接Club all 就留下這個造型 轉成Party 好 那然後呢 這是我要的沙巴長 現在我先隔離起來 這樣子又不是很好看 就是 因為最終我還會再蓋一次TurpleSmooth 可是這樣 現在這樣還不好看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呢 需要使用這個Edge 快速的Edge的選取 我要對它的 皮沙巴會滾邊 所以呢 做一下 快速的做一下選取 好 那要用這個指令 才有辦法很快速的直接Click 再轉過來一點 Click一次就選到那一條 整條過去 滾邊 滾邊的滾邊的部分 然後這垂直下來也會 你也可以想說它是滾邊 也可以想說它是 欸 選錯條了 Ctrl G Ctrl G應該是這條 不對不是這條 剛剛沒選錯 是 這條沒錯 要按著Ctrl鍵選 一邊轉一邊選 不然 那你會 等一下就找不到你在幹嘛 按一下F3看一下 是不是都選到了 嗯 OK應該都選到了 好 那你就可以對這裡呢 做一次 Edge的一觸 做一次Edge的一觸 然後數值小小的 寬度一點點 高度一點點 再縮回來一點點 寬度 高度太多了 大概0.5就可以 欸多一點 這個高度要多一點 0.1 給它1 高度多一點 然後這邊 為什麼讓它高度多一點 寬度沒那麼多 因為 OK以後 這是尖的 現在它斷面是尖的 再做一次Trenfer Trenfer的時候它會變 被壓扁下去嘛 所以我可以在這 在Trenfer0.5 扁下去一點 扁下去一點 所以會變這個樣子 OK 這樣 就會有一個滾邊的結構 好 那這個滾邊結構當然還沒完啦 就是 欸等一下 剛剛它操作的不見 0.65 好 這滾邊結構當然還有可以控制的空間 比方說我還可以按一下Ctrl鍵 選面 好 這個三角形其實要把它選起來 你還可以對這一堆 再做一次 處理 不過我們現在先不管它 就直接留這個樣子以後 Turple Smooth 好 看起來就比較像個 沙發的長相可以用 OK 那就可以這樣子 好 當然 有個像沙發的物件在這邊 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是光影的問題 沒問題 好 那 還可以再加什麼 我們還需要暴枕 那 暴枕也許下次再講 或者 其實暴枕的做法一樣 就是 很快看一下 很快 因為暴枕就是這樣就好了 Box 應該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就是45 乘 45 厚度先拉個15 好 15 應該可以 好 然後看一下AutoCue 我可以一樣AutoCue隔離起來 這樣比較好操作 這裡的Segment 請你設全部一樣 這個用 這個2 這樣好了 好 convert成Poly 那編輯一下 這個要稍微編輯一下 你就直接把它做成 爆枕的長相 爆枕的長相 直接做成爆枕的長相 然後 看不磁窗 說 跑哪去 然後整個一起說 這個地方再說緊一點 面數不夠 面數不夠 再加 這裡 這裡 ring connect 對 因為那邊 不夠密 connect要兩層 三層好了 OK 大概像這樣 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好 然後去做 close的運算 好 但是這邊就會有一個 你會遇到另一件事情 就是它需要一塊地板 跟它做碰撞 或者是 你要把它搬到沙發上 搬到沙發上 讓它掉下來的時候 可以跟沙發做運算 才會變形 好 那這邊就是 這個就是close的 運算操作了 好 剛剛那一個呢 是用close做模型 兩個都是 但是現在這一個呢 就是需要用這一個模型 跟這邊呢 做計算 所以把角度瞧一下 好 那我希望撞下去的時候 有點造型 所以然後還要兩個 再複製一個 OK 往上搬一點 這個轉個角度 這樣 好 再搬高一點 我不知道現在 等一下掉下來會不會 會不會掉下 會不會 彈下去 這個我不確定 好 但是先把它弄成這個樣子 以後 close 直接進入 object properties 屬性裡面開始 把其他的物件加進來 另外一個close 4跟5都加進來 我沒有取名字 所以你現在 我自己記得box4是 那個沙發碰撞物 box5跟box6是布料 然後壓力 這個壓力應該要給15到10 試試看 我不確定 這個都要花時間測試 然後一樣都給棉布 好沙發不會再變形了 因為沙發現在是設為硬的東西 OK simulate local 它會掉下去 壓力不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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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真的給我掉下去 這樣子的計算 意思就是說 5跟6的壓力要到 也許25去吧 或者是30 一個30 一個25 試試看 只能這樣子 哦 有了 呃 好 這樣差不多 趕快按一下simulate 好穩定了 cancel 好 那 就是布料 布料 也許還是沖氣沖 可能沖太強了一點點 也許 不過可以了 那 這close就可以丟掉 這一格的可以丟 這兩個直接轉pally 因為我也是拿它來做模型而已 看pally 然後再tubal smooth 好 那如果你希望它上面有那種布料的 那個一絲一絲的皺摺 那有另外的做法 我們現在不考慮這部分 現在我只要這樣就好了 可以 好 那所以你就有 嗯 有房間有沙發 呃 沙發 換個位置 調遠一點點 靠強一點 靠強一點 好 那視角也許再調整一下位置 讓這個觀景上面比較完整 要不然就要再搬一個 小茶几放在這邊 不然這裡有點缺東西 好 那中間要不要再放個茶那個 茶几那就是另外的模型 那就額外做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render起來應該是 嗯 這個要給黑色的材質 我先很快的給它一下 阿諾的 不是 阿諾的材質 Materia No Surface Standard Surface 好 那 皮沙巴馬黑的啊 我們接近黑色就好 呃 光澤度 這也太高光了 嗯 差不多 那這個又就要給一個那個 Noise 就是 呃 它的凹凸那邊 好 我們要給它一個Noise 現在先不管 我現在只單純給個 材質給它們就好 指定過去 呃 它 皮沙巴不會有金屬反光 所以不需要那樣子 呃 光澤度也許沒那麼強 0.75 好 0.45 呃 太消光了 0.3 0.3又太亮 先這樣子 那 F9 算圖 啊 黑色不夠黑 現在變灰沙發了 好 不過大概可以感覺出那個光澤度是對的 那 欸對這個抱枕不能黑色 抱枕是 是別的布料 不是這個 好 好 OK 所以 呃 當你把這些堆做一做開始場景就會比較豐富 而且因為是你自己做的東西 一方面練習建模的方法 一方面 因為你自己建東西所以數量也好控制 呃 然後色彩質也會比較單純一點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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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